一个离婚的女人对婚姻中的女人九条忠告 聚聚扎心 对于热烈中的男女要知道 婚姻永远不是你想的那样 浪漫动人心弦 所以不要失望婚姻能给予你什么 希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 真实的生活原本就是淡然无味 围绕吃穿住行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让照顾时刻有危机感 对于男人来说 有征服欲的女人永远是最迷人的 所以在婚姻里要让男人知道 你离开了她会有很多好男人可以选择 这就需要你不要一门心思的爱她 留点余地爱自己提升自己 不要卑躬屈膝的求她爱你 要知道单方面付出的感情永远不会长久 不要一味的去顺从她 这样你只会惯坏她 让她更加不珍惜你 多给自己一点时间独处 要她懂得去为你付出和改变 不然她很有可能失去你 不要想着替男人省钱 该保养的时候一定要保养 女人不要去省那几个保养的钱 不然等到你老了 不光省不下几个钱 该换来了男人的嫌弃 要知道男人事实依然不嫌老 而女人则大大不同 你省下的钱很多可能留你老公找小三用 婚外情千万不要触碰 有句话说不捉就不会死 女人永远要保持内心的宁静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空虚 图了一时的快感 你将有很可能陷入万劫不复 没有男人能原谅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女人 即便原谅你们的婚姻也名存失望 更重要的是你的情夫也不会待见你 天底下很少有男人会珍惜不守妇道的女人 除非你找的渣男本就是没有女人跟他的人 但是为了这样的男人 你又何苦抛夫戏子落得一个坏名声 女人太过于勤快未必是好事 早睡早起勤勤恳恳的守家护院 男人招呼一下不开心还嫌你碍事 哪天你累了哪点没有做好 他还吵骂你 女人要保持一种慵懒的状态 你对我好我就凑凑你 你对我不好我可能掉头就走 不要以为你的懒惰让家里条件很差 我会一直在这里守着 可能第二天你就看不到我了 再也不会回来 处理好婆媳关系 婆婆是你男人的妈 你和你男人在一块过日子 却和人家妈搞不好关系 你是太蠢了还是太过于自信 认为老妈和你 她会选择你 可以这么说 一个正常的男人不是太拎不清的 在老妈和老婆之间做选择 永远选择的是妈 女人你这样做 请问你有几成胜算 违基意识不能少 要知道你的老公 有可能今天是你的 明天就不一定是你的 一个女人在婚姻里 时刻保持违基意识 是对自己婚姻的负责 同时违基意识 也会促使你不断地提升自己 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 去吸引你的男人 最起码你要和你的男人同步 不能落他太远 永远不要拿孩子当做 你不离开的理由 当婚姻已经死了 该放手就要放手 不要拿孩子当借口 这样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 好男人多的是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现在都会放手 好看 这是我 告诉我 都在找到 你怎么过得 你怎么过得 导致开 你怎么呀 就是你在那里上